Hello 大家好 繼續回到Pokemon的激進龍 我們這次繼續打這個遊戲 首先上次我們講到打完下巴和降系道館的管主成都 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是向上走 我們繼續回我們的劇情 這條路應該就完全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威脅 對了 這個是訓練家 OK 應該就全部都不太厲害了 我想... 對了 只有這個好拉油 然後這隻小鳥 還有暖暖炒豬 全部都沒有什麼特別 轉一轉重 嘩 不是吧 一轉重馬上打到我... 打到我麻痺? 好 這是什麼? 這顆是... 不知道是什麼是這顆 看不懂英文 飛鋒布 嘩 又變成龍系 不對 原本是龍系 七夕青鳥 對吧 OK 我已經忘記了七夕青鳥是一條龍 飛鋒布 好 Mega能兩口 對 很難打嗎 其實這裡可以不用打 我們可以直接選擇飛過去 上半市 對了 如果真的要升的話可能就要回來 否則我們直接飛過去就可以了 然後進這個道館應該就可以 打這個版木 是不是版木 嘩 好高興找到你 小鳥告訴我 在這裡撞到你 所以我就馬上趕來了 我們找你幫忙 你是我認識當中唯一能夠阻止 佔回了華南洞 月有傳言一個很強大的精靈 聽你的壞消息 我們都要結束 你需要療傷當然可以 我們走吧 嘩 直接扯去華南洞呢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可疑 這個不是西爾佛公司的兩個年輕人 嘩 這個是那些幹部人士 不關你的事 雅典娜 我一陣子彎向前走 我一陣子都阻止不了老大 好像很厲害 老大 現在在這個華南市 看看 是不是要進這裡 嘩 只是復速命令 嘩 這些容易打的 OKOK 多河一個地方可以給我升 不錯 但不知道可以升到多少 177 咦 班基拉 班基拉 川山樹 咦 這裡不能走 我要下樓梯 這裡有很多兵器 這些東西都不厲害 這些東西都是曾經見過的精靈 刺美蟲 寶寶暴龍 喂 那邊有個極巨洞 這個沒有洞嗎 咩咩怪 有些普通的東西 我好像很快就可以看到超夢夢 這些位置 不是嗎 我先拿水 我記得好像買了 有黃金噴寶 快點過去 26 26是地震 26是地震 我記得 PV多項補給 打完這個 這次不夠打 轉做 彈兩拳 垃圾射擊 太兇 哇 不是吧 爆炸 有新拳擊 OK 這裡沒用的 走另一邊 這條路是否改過來呢 為什麼好像這麼難走 給你知 TM115 這個好像是撲擊 如果沒有看錯這個技能 撲擊 撲擊這招就是越高火越高攻 OK 大牙利草 嘩 搞錯 什麼能量球 飛鋒 我怕不夠血 其實 去到突破木已經死了 我怕 來了 看來我們趕上 沒得走 你的朋友這次不是你阻止我們的 不用擔心 很安全 他去了和我們小衝突 之後去了精靈中心 你知道 廢話少說 不知道老大搞什麼 花神 在他上次打敗你之後 肯定是精神錯亂 總之他不會告訴我太多 對這個任務一無所知 但命令就是命令 我們大哥就是這麼忠誠 對這個boss 但你不要打算接近他 嘩 我還以為雙打很害怕 雙打有點害怕 先來個 嘩 飛兵 四倍兵 打擊鬼 打擊鬼近身魚擊 嘩 這隻豬都快 是什麼事 轉一轉 轉一轉 轉了 導電飛鼠 飛兵 不要 這裡 神經病 神經病 神速 黑魯家 噢 黑魯家 走得了 黑魯家應該死了 不行 又Mega上擺 又 又慢了 這個畫面 好了 我們已經可以宣告死了 咦 有沒有機會快過去呢 我們先用雙刃水流獵火 殺 蠔火 這隻嗎 這隻有機會打贏 我們直接開雙刃頭 除了有機會撞死 我覺得 雖然他鋼藝是出名在高防禦 但我這招岩石技應該是打不死的 很可惜 咦 他反死了自己 但他中了 嘩 迷2Q在後面死了 沒有就輸了 迷2Q不夠打 很難打 這個也有點難 尤其是 他 打完幾個火箭兵拳的年輕人之後 突然又打一些鋼部級人士 好 我們現在打 進去這個 打回剛才兩個鋼部 其實都相當難打 咦 其實不應該放在色翼王 我們應該用布細龜放在頭 但不是他有地震 應該震得死我 我們用兵砌我可以嗎 兵砌我應該都OK 因為他有招兵拳 可以試一試 好 來吧 好 一來用兵拳 對面用地震 他也挺厲害的 快得過我 但不夠 打不痛他 這隻豬很硬 這隻豬會不會太硬 他這裡飛兵有一下可以打死我 想想 我可不可以用色翼王 用飛刃風暴打死他 一下 我這裡不Mega 兩倍而已 應該不死吧 對了 兩倍沒死 他有一血筋 這裡 那這裡我就要走 我這裡 轉做導電飛鼠 降頭 這隻怕火系 或者用暴細龜打都可以 或者兵砌我 兵砌我 兵砌我都OK 兵砌我都OK 兵砌我用電磁波 鐵頭 好 接著我們用屬體攻擊 太多了 嘩 死了 都可以這樣撞也撞死 我們來個暴細龜 開岩石打磨 他一下子打不死我的 我想 還沒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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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死還沒死 可以重新來過 其實色翼王不用Mega石可以嗎 換作一個講究位 跟一下打死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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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因為色翼王要用這個 電關石火 他這裡飛兵 然後這裡應該會走 我們直接 開多一下 直接用電關石火 啊不對啊 我這裡 我可以直接開一下能量球 可以先握一下他 因為一下能量球差 可不可以打到他的紅血 可以OKOK 按可以了 我這裡可以用飛翼風暴 起碼扣一扣血傷 然後換一換蟲 他應該用的 他應該用什麼呢 他應該都是用鬼技 兵砌我 暗影爪 然後我們用急凍拳 起碼打回一半左右 飛鬧 那我們再用急凍拳 影子偷襲 死了 還沒死 好 橡牙豬直接神速 想贏我也太天真了 橡牙豬 打算飛兵嗎 那 橡牙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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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很麻煩 其實我想可以走一走 我們換一隻 蜥蜴王其實這一關有沒有用 他好像還有三隻重 因為我們放棄蜥蜴王 放棄蜥蜴王 我沒有呢 放棄蜴王 放棄蜴王 然後我們用大狼犬 用特閘 躲過了攻擊 特閘 又躲過了攻擊 他用什麼技 他應該是降了命中 有個特性 黑魯家 黑魯家就不夠打了 黑魯家 而且黑魯家好像沒有技能打他 不要緊 照用特閘 噴射火 然後我們用仙制蜂 但未必打死 對 要想辦法弄黑魯家 打擊鬼 起死回生也很死 搞定了 非常好 開始 這麼快 不是吧 要連打兩場 連打兩場 有機會打不贏 還要開氣空 沒有了 輸了 連打兩場 連打兩場 真的要有什麼劍武強化才能打贏 例如有龍系 有什麼多龍 一來開龍武 或者開兩下龍武 熬得住 就可以掃場 但這裡 這隻可以怎樣掃場 打擊鬼可惜又不夠快 色翼王 真的有點難打 一來能量球 繼續 然後第二下用飛翼風暴 但這樣也蝕了 這裡能量球 然後直接開Mega 進化開... 不要了 直接用劇毒 先 嘩 Mega劇毒 還用了 接著應該用暗影潛衡 我直接用兵砌 我上場 然後可以用的是... 兵拳 對 破了他的什麼 兵拳 影子偷襲 好 搞定 下個 象牙豬 神速 降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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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打不贏 降蟻 降蟻沒辦法一下子打死 一定要有火系才行 可能我真的要練火系 這樣說法 不練火系 打不贏這些什麼 重蟻 這些 或者兵系 剛才那個象牙豬也是很高速的 嗯 電磁波 來 麻痺 非常好 然後要有伏特攻擊 再麻痺 好 沒有了 這裡我們開一隻暴細龜出來 岩石打我 打我 不死的 不要死 他應該是活力再加生命保育 所以才一下子打死人 那這裡打不贏 嘩 慢了 直到慢了 剛才那裡 對 出了一隻 即是打得贏後面 即是打得贏後面 即是打得贏前面那個 又打不贏後面那個 然後後面這個 他布尼寶恩一定吃得到 即是我用飛躍風暴應該打不死 頂多都是橙血到的 紅血 是差一點的 所以就真的很難搞 然後我又沒多打 飛躍 電光石火又不夠打 然後全部都這麼低血 所以真的很難打 可能我真的要練一練重 才再打這個關卡 今集其實都非常之短 非常之短的一集 就告訴大家 這裡又再卡關了 又要想辦法去搞定這裡 再加上一隻 又要想到 多待會兒 再加上一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